大家好,我是大伟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道家真正的绝活 叫做逍遥功 这个动作是道长在念功的时候 我在旁边偷偷学习来的 而且还厚着脸皮 向他请教这个功法当中的一二 当然道长非常爽快 把这个动作交给了我 他也知道我会给大家分享 所以也让我把这个动作转交给大家 这个动作据他所说非常厉害 为什么呢 第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个肾气 第二个强化我们的腰和我们的背 第三个可以锻炼到我们的全身 舒畅我们的一个经络 加快我们整体的一个带血循环 非常好 他每天自己都会去念 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 把这个动作交给大家 如果大家感觉有用的话 一定要在下方点上有用两个字 到时候我拿着这个数据去给大家看 向他多讨教一些好用的一些动作 这个动作并不懒 但是里面的细节非常多 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动作怎么去做 然后我们把细节再拆分出来 一个一个的点 把细节全部交给大家 大家掌握了细节 才掌握了这个动作的灵魂 才能把这个动作所带来的好处 发挥到一个最大化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 首先我们你看 做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动作 它是一个什么呢 以手驱动 什么叫以手驱动呢 就是用这个手带动着咱们的一个身子 就进行一个转动 我们把它拆分开来讲 首先我们水腿分开 然后手你看往一侧 去做一个什么呢 侧平的往上去掏 然后这个手做个反关节 你看反关节提上来 手掌心已经朝后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人你看手就这样了 你人摆动 你是动不了的 不管怎么动也动不了的 然后你身体啊 就会随着咱们的手啊 去往上走 手抬到最上方 抬不上去的时候 往外展 展过来啊 然后另一只手再来贴上去 到最上方 打不开的时候再来打开 就这样去做 你在做的时候啊 如果你做的越慢 你越能感觉 你背后挤住 深层里面的肌肉 一个一个的在发力 而且这个力量 发出来是非常舒服的啊 我们再看 这个身体啊 所有都是跟着手走啊 手它代替了 我们整个身体的循环啊 就是手往哪走啊 我们的身体啊 被迫就跟着这个手走 你看 那手往上啊 身体被迫的往上靠 然后手向外打开啊 身体被迫又跟着转回来 然后手放下来 这里接上去 好 手打开 你要找到这种感觉 是我们的身体 跟着我们的手走啊 手怎么走 我们的身体啊 就怎么走 同时呢 腿也一样 腿呢 你看这个脚啊 转过来 一颠 它也是什么呢 被迫的跟着我们的手 去进行一个转动 那么这个动作 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呼吸 呼吸怎么做呢 大家看啊 来 往上手吸气 往外手吐气 再来 往上吸气 往外吐气 往上吸气 往外吐气啊 这个是一个呼吸的要诀 那么这个动作啊 你去念 那一般来说啊 你左右算一下 做上一个20下以后 你会体会到全身 从上到下通透的感觉 而且呢 动作如果做的越慢 就是咱们这个动作 做的慢的时候啊 咱们就自然呼吸 然后转过来 慢慢的去做 你会能明显的感觉到啊 我们的后背 包括我们深层的肌肉 在发力 在挣扎的感觉 这种感觉啊 是说不出来的 非常舒服的感觉 所以这个动作啊 非常的好啊 今天就分享给大家了 里面细节讲的也非常多 希望大家能跟着这个动作 真正意义上来念起来啊 掌握这个动作当中的节奏 每天去念一念 让身体变得更好 好了 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大伟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每天都会分享一个 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 谢谢大家